歡迎各位來到章虎猿跑馬4.0的貧道 今天有兩地的海外賽事直播 直播回來香港受住 先是11點47分 12點前的時間 紐西蘭打比 晚上是杜伯初級星期六的賽事 馬會就轉播 受住8場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預測 先講講紐西蘭那場打比 曾先生好嗎 去年第一次播 我們先講大熱門 當時一面島大熱門的獅馬 失手都跑第二 跑爛腳出來 獅滿三熱門就沒有拍 但今年的形勢也是很接近的 一年島大熱門就是1號的三 十四 跑10次5分 四個第二 評分最高 積也都最好 你看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 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因為事實上 三歲馬去的階段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跑 但起碼他在這個場 是贏過的 變成了 習友利條件一身 你馬會提供當地貼士的卓要 提供了三個馬平人 全部都是用1號做行頭做Winder 他們三個人總共選了五隻腳 就是大家選擇不同的 唯一的共同點就是2號 是有兩票的 就是那隻 但是其實 首先講一下 因為對紐西蘭賽馬我們 我認識很少 至於上賽職 概念是有的 但是我們沒有跟這些馬的進度 就是我不會跟這些馬 在哪裏跑過 我還沒有出排位表的時候 我根本都沒有留意這些馬 純粹是臨時看到他的排位職 但是我看過 我就勝在一點 那就是我找了我自己的老友 在關事能的 Joe Barnes 這位是紐西蘭籍 80年代已經去澳門做這個馬車的 玩馬車的那些 後來轉了去連馬師 在澳門都練了馬十幾年的 近些十幾年 回到紐西蘭 找他索一下資料 他沒有索料的 他都是很大腦的提供 那他們的提示 就跟提供的那些 有這麼多出入的 又不是很想和 都是一樣 都認為1號贏定了 那麼他提供的馬 順序最強是3號 4號 5號 這個3號 歷兆國代 4號韋特區 和5號的高斯道向 那麽 首先我看 我沒有排位表之前 我以為 在那個高 什麼 高斯道向 Cruise Missel Cruise 會不會 會不會 告大力的 根本就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那麼 他的提供就是 一拖三四五 但是整體來說 那些提示 一般來說 就是一拖二四八 就是差不多 就是為主的主要 那你 我想都是大家集中於 這個前面的馬 至於他為什麼會 他用什麼準則來 定1號的那些呢 根據 又不是純計評分的 又不是計獎金的 又不是計馬名的 究竟用什麼準則來的呢 那我有空 下個月 等周回來的新聞 你問清楚這些 賽馬資料 那麼我又解釋不到 為什麼會 有些 他又不是跟足 評分高低的 是嗎 但是整體來說 就說 大家都不會爭辯的了 當然是用1號做膽的 問題是拖什麼馬 首先他要補充一點 補充完之後 我交給Stanley 先選一兩隻 腳 因為呢 由霍卡 3號那隻 歷朝國代 那他有兩隻馬的 霍卡都知道了 他在斯加坡 練習得不錯的 那都回去了 那 9號應該不是主力來的了 因為呢 他跑7場 只有4匹 那反而3號呢 就是 跑12次 就是3.5匹 好像是主力 那蘇利文就威德區 4號呢 蘇利文這場都出3隻的 那究竟會不會是 哪隻是主力呢 那理論上呢 4號的分是高些 但是4號 6號都不是 差很遠的 那至於5號高斯道向的 蓮馬斯 Marsh 總共出3隻 也都是 但是那些是低分馬來的 那估計都是主力的 那我自己的見解呢 就說 要不你就 霍卡兩隻要完 要不就兩隻都不要 那你怎麼看呢 你應該用1號拖一個馬房的馬 分散兩三個馬房來拖呢 如果分散兩三個馬房來拖 怕五中富居 是啊 如果這樣看上職呢 應該1號都不能飛的了 因為1號其實都沒有跑過2400 但是他在澳洲上面贏2500米 就是在城祖馬 城祖馬來講 唯一一尺有根據 因為長力根據的馬 就只有1號而已 那始終他 在費明頓 所以他沒有贏過 他在2500年跑第二 不過他上去費明頓跑 然後下來 我覺得就 比起同場來說 暫時看不到有什麼馬 可以贏到他 是的 維生打比水準 應該都是高過柳山來打比 沒錯 那配角方面呢 其實都是大路的 我反而來 傾向可能考慮 應該都是 我會選擇2-4-6的 就是有一隊蘇利林一隊 還有2號那隻 港幕閃電 因為港幕閃電 上場都是贏了威德區 在那場二級賽裡面 那所以就 我覺得 你看下去 其他馬呢 是沒有什麼賽者支持的 反正其他大部分 都沒有證明過 2-4場 只有從他們近跡來說 就是2號會 2號比較好些 但是4號和6號一隊 他始終上場 就是4號都剛剛輸 也不是輸給2號多的時候 我覺得4號、6號 都一隊蘇利林 我都可以兼顧 OK 你談了 我略為出三組提示 大家同意的 你一拖二、四、六 是 Joe Barnes 就一拖三、四、五 是 那我呢 我轉換了 那就隨便一拖三、八算了 一拖三、九 嘩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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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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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但是這個我只愛杜拜 杜拜的水準是高過卡塔爾 好了 這場也都因為帳王的初步大門 不過現在很少錢的 隔夜只有幾萬元 所以他成為三四倍大門 就不是表示他今晚都是大熱的 但是他一定會有些非的吸引力的 所以暫時在全世界 英國的名家貼士 或者是英國合法外圍的莊家 都是集中看三隻高多分的馬 三隻高多分的馬 暫時因為帳王是大門 全部有五六七倍 到時比較容易 到之前才說 整體來說這場馬 就比較特別的地方 只要有五個馬房 是出一對馬 但是那些實力膠刺 我們不理他了 只要來說就是蘇萊和Apple B 每人出一對馬 都是高多分的 是吧 那怎麼搞呢 做了一輪功夫之後呢 大家結論就勉強就是 勉強的那隻馬呢 就是水上落圓 但是去年都可以的 去年都跑近的 所以也都不敢說一定不行的 但是整體來說 就是全人類的 焦點都是落在蘇萊的這個 實實在在 是外地大門來的 另外 艾伯奔一隊呢 就都很厲害的 那我們初步做功課的時候 初步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報名表的時候呢 我自己就選了這個勇皇而是正選的 因為呢 那個原因呢 因為原來呢 他呢 所輸的場試呢 全部都是這個布宜學騎的 但是 他所謂輸 就是不贏了 他已經 他積很好的啦 已經好到八十win 十場六個win 兩個第二 那兩次第二 全部都是布宜學騎的 反而呢 這個道進城騎是四次全部贏的 那理論上我就初步看好這隻 但是呢 他很不幸運了 他就收拾十四檔 那變成我就會退回來 就是我就本來穩定 肯定穩定做膽的了 但是問題是 喂 十四檔 再說到杜拜 因為都是跑轉彎的這個快地 外當馬很難跑的 就是外當馬 如果你放進來 都是居中二踏呢 都很難追的 如果你是更加搶進來夠快 會不會用力太多 而沒有後徑呢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都很同意呢 杜拜盡量以中內蕩呢 不一定是內蕩的 就是那個蕩位不要太沙嘛 考慮的 所以我們就退回去 做腳而已 那變成了排完位之後呢 那這個實實在在的這個檔也都不是特別好 那雖然我們大家三隻的機會都很接近的話呢 我們詳細 舉賽職的這些呢 我們到現場才再分析 那我初步就是會選這個 基於這個檔位呢 我就會多數 就會用這個韓國海上做膽子的 初步 就是選這個信聚 十號 十二號 十五號 再講 你沒有排位之前呢 我一定是用手段的 15號做正算 你同意這場都是高多芬玩完的 是啊 三隻玩完 他們統計說近六屆 他們贏了五屆 是啊 很正常的 可能就是這三隻 應該都是這三隻裡面其中一隻了 我始終都認為 因為做了一點很簡單的 因為現在的中東賽馬越來越多 有卡塔爾 又有這個 沙特梅 是的 沙特梅 扯散了部分的中東那些馬去其他地方跑 所以他們高多芬的主場差不多整對馬 粗兵出來跑的了 是不是 他們一定不去其他兩場跑的了 這個遊戲自己做主持人 沒有理由扯散去其他地方 一定把自己所有馬在那裡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始終超過星期六 很多人覺得是世界盃那天的前奏 但是始終是不同的嘛 因為就算大家同一級賽 可能杜拜的草地大賽 是更重要的一級大賽嘛 那會不會有一些真正最好的馬 隨便跑一場跑第五第六 然後下一場才拼命呢 贏呢 我們不知道的嘛 會不會派 譬如高多芬 暫時來講派第二梯隊最好的馬 不是第二梯隊 即不是最好的馬贏 流力 第二梯隊最好的馬 贏了這場線 那是怎樣呢 這個真的要考慮的 因為始終是我們的經驗 就是跑完今天那些所謂的我們叫做漁賽 很多馬去到世界盃都不跑的 不跑的 不會出賽的 反而很多外地馬 譬如日本馬 就是在這個回合上 太難了 一定是流力的跑那天 不會直接 就是不會無緣無故在這場地跑的 日本馬 沒錯 是的 所以我想這一場 初步都是高多分三隻啦 那臨場我們怎樣補充 這三隻馬 如果這三隻馬 有一隻失水準不入圍的話 差另一隻位置的馬 他們就認為不外只有兩隻 只有三號 亞凡之 還有十四號 仙郎 仙郎在外國的盤口比較爛的 是變得是倒進去十六七倍 就好像不是球 但是再說這個隔夜的賠率 我們今天再看一看 它的賠率會不會好一點呢 總之那些場馬是沒得說的 因為太多馬 九十幾分啊 一百分啊 怎會跟這些一百二十四分啊 只有二十四分啊 還有馬跑啊 是吧 利用上 是不是呢 就是不同的嘛 那些是一級馬來的 但是很多我們叫球技抽高慶 抽高慶的原因很簡單嘛 這個主場就算不是高多芬的嘛 其他的主場的利馬斯 那些全部當然會派出來 喂 別這麼熱鬧點啊 出來就要陪跑多兩隻啊 大家開心點啊 那排面上有一半嘛 可以不理的 沒錯 同意的 加上這三隻的壓賽 實在是很硬正的 就是你過這三隻 其實都很難 是啊 我如果真是唯有這間四選 我都是反而是贖以三號的亞凡芝啦 就是四選 始終上場 亞凡芝和15號勇王儀是鬥過剛才剛才輸的 我覺得這三號是有位置機會的 我覺得這隻 有些機會 好了 最後選擇我們到時候先說 還有十幾個小時 是不是 是的 待會陪了之後可以再延長補充這一場 我們今天的評論就到這裡了 說一說 今晚我們的Till Club星期六的安排 我們在免費的頻道 我們都會在講SD第二場 即是香港受住的第一場 香港投場 我們都會在香港投場 我們預計開咪時間 早一點 因為大家用方便記 7點30分左右 我們就會在這裡開咪 在免費頻道和收費頻道都會同一時間 我們會講香港的第一場 即是杜拜的第一場 另外 免費頻道再出 也會講剛才這場 就是結本哈特錦標的那一場 第八場我們即場補充 即是看幾乎埋賠率 看看有沒有再有些心水修正 我們大致上談到這麼多 張先生好嗎 歡迎各位網友繼續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以及給我們鼓勵給我們 另外也歡迎成為收費會員 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可以在我們YouTube的文字裡面 文字版裡面就能看到我們的連結 可以按進來 所以成為收費會員 如果各位想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知道之後 也歡迎成為收費會員 因為可以直接聽到我們 在這個海外賽事 加上本地賽事的一個職場的提供 那我們這集先聊到這麼多 今晚見